早安 弟兄姐妹 今天是美好主耶稣复活的圣日 我们称作主的日子 弟兄姐妹感谢主 今天我们来读一段 罗马书第八章 第八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圣经 告诉我们怎么样 让我们可以活在 上帝的恩典跟祝福里面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要读二十六节跟二十七节 况且我们的软弱 有圣灵帮助 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 替我们祷告 见察人心的 晓得圣灵的意思 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 替圣徒祈求 弟兄姐妹感谢主 我们很软弱 但是没有关系 圣灵要来帮助我们 我们有圣灵帮助我们 弟兄姐妹这边告诉我们说 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知道 祷告这样才比较好呢 还是那样比较好 我们常常分不出 是福或者是祸 很多的故事证明 我们以为是福的 其实是到头来变成祸 更多的时候 我们以为是祸的 反而成为我们一生的祝福 有时候神让我们遇见一个难处 有时候神让我们遇见一个难处 其实是目的是要将躲过一个更大的灾难 更大的难处 我们不晓得怎样 所以我们不晓得怎样祷告 但是弟兄姐妹圣灵知道 因为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 那是最美善的 当我们自己的为我们自己的软弱和不知叹息的时候 圣灵也说用他说不算的叹息 弟兄姐妹我们的叹息是无可奈何 那弟兄姐妹不知道我们要怎么样 譬如说我们要找这个工作 还是找那个工作 我们在婚姻的路上 我们也是跌跌撞撞 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比较好 那个人比较好 我们真的不晓得 不晓得 我们可以选择的好像非常有限 我们要怎么样做 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们就叹息 可是圣灵也在那边 圣灵为什么嗨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 孩子你不用担心嘛 你依靠我就行了 你不知道我知道就行了 你没有办法我有办法就可以了 你不行我行就可以了 那天真正我们不知道 我们还是觉得我们很软弱 弟兄姐妹感谢主 圣灵有足够的能力 能够帮助我们越过我们所不行的 那有一次 就说这个姐妹就讲到她丈夫事业 的问题怎么怎么办怎么办 那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样为她祷告 听她的弟兄姐妹就凭着我们的信心 求神恩待祝福 那弟兄姐妹 她失业失业 找到工作过不久又失业 那弟兄姐妹好像很辛苦很辛苦 但是弟兄姐妹感谢神 我们就坚信的依靠神 后来这个丈夫呢 就这个先生就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 而且无论是待遇工作的环境 都比以前好的更多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失业并不是我们看这不好的事情 可是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中间 有一次我为一个病危的弟兄祷告 那我也不知道要怎样为她祷告 是求神让她得到医治呢 或者是怎样 但是我又想到圣灵的叹息 圣灵叹息 所以我就充满了信心 我知道我不知道 应该怎么样祷告才更好 但弟兄姐妹 我就奉耶稣祭祝福她 医治她 弟兄姐妹看见圣灵的恩高 就从我的身上出来 因为充满了信心 感谢主后来这个病危的弟兄就回过来 那丢前面感谢主 那也许你正在黑夜之中了 连祷告也不会了 到神的面前我们就叹息吧 圣灵会和你一起叹息 你的叹息是因为你不知道如何祷告 但是他这叹息 他告诉你 其实你不需要这么难过 你也不需要这么绝望 因为美善的事情正在发生 那这个诗篇 四十三篇 那首诗歌说 我的心啊 你为何有门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我的心啊 当阳望神 他用笑脸帮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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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神 弟兄姐妹在困境当中 不要害怕 因为他用笑脸帮助我们 弟兄姐妹感谢主 上帝的帮助是真实的 他不是在那边旁边看着我们 他与我们一同走过 每一个困境 弟兄姐妹感谢主 我一生经历 上帝的恩典跟祝福 也经历很多很多的危险 跟跟跟失败挫折 但是弟兄姐妹感谢主 直到今日 耶和华都以笑脸帮助我们 阿们 我没想起来 但是我们 我我测试大家 这一家 我们 都不想起来 这一家 腿的 不想起来 宇宙